高通發布上期財報 營收為79.3億美元 而本季財測中值為75億美元 兩項數值都優於試乘預期 其中手機處理器是高通主要業績來源 其他芯片也有大幅成長 高通預測芯片供應鏈將在年底前大幅好轉 太空旅行公司藍色起源週四宣布 乘坐其心血帕德火箭進行太空旅行的機票即將開始發售 上月 該公司的火箭已經進行了最後驗證步驟的是非 而藍色起源的對手維珍銀河已經出售了約600張太空機票 瑞銀財富管理發表評論指出 中國華融近期的債務問題 使市場更加擔憂中共政府對國企融資的支持力度 中國國企債券總體可能存在溢價 鑑於中國出現的信用事件 瑞銀不看好本月的亞洲投資級債券 儘管日本疫情再次拉響警報 國際奧委會列舉近期成功舉辦的小型賽事 認為東京奧運會無安全問題 專家則認為小型賽事不具代表性 選手都需要接種疫苗 但日本和國際奧委會都無意強制所有選手接種 新唐人記者政治綜合報導 並非公開的 兩天為何 和國際奧委會 判委會 大家